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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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程晓南 是一名后端开发工程师 换句话说 就是一名API开发者 我现在就职于API7 这家企业 做的是和API管理相关的业务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 也是和API相关 我主要是从我个人的视角 来向大家分享一些 我对API管理的一些想法 我主要从下面四个章节 来展开今天的演讲 首先在第一个章节 我会介绍一下API市场的发展 从而扩展出 第二个章节就是API管理的重要性 在第三个章节 我会重点介绍API全生命周期管理 在最后一个章节呢 我是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基于API API6 是如何做API管理的 在正式演讲之前呢 我想向大家就是抛出一个小问题 这个问题呢就是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 这是我工作以来 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去向大家 去分享一些技术相关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 对于我个人来说 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说呢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呢 当然我说这个问题 我不是在问在座的各位朋友 而是我想向大家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想分享这个主题 我下面说的都是我自己的一个 非常真实的一个心理路程 就是在我过去的一个工作 三年多的一个时间里 其实我参与过很多 大大小小的项目的一个开发 也有过从零到一的去构建 一个大型的一个系统 然后参与这个系统的后期维护 所以说作为一个API开发者来说 我觉得我是有一定实践经历的 但是我好像对有些概念 我并不是特别的清晰 比如说呢 就是什么是API管理 什么是API API在数字世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以及它的作用是什么 API管理的作用是什么 什么是全生命周期的API管理 再其次就是API的货币化 就是我之前做过很多电商的相关的业务 我很清晰的知道商品是可以售卖的 但是我好像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API也可以作为商品去售卖 从而给企业去带去一定的经济价值 所以说我过去的一段工作经历呢 它让我对上述的这些就是概念 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 这不仅仅是让我去 就API管理相关的业务来说 还是说对我自己作为一个API开发者来说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说呢我想借助这个舞台呢 向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点心得 希望可以给你们也带去一定的启发吧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一个内容 我们先看第一个章节就是API市场的发展 我们看一下这个幻灯片 就是数字世界的一个交通工具 有这样的一个类比呢 我觉得API的一个定义 它的一个作用就非常显而易见了 我们再看一下API的一个发展历程 这张图呢它展示了API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一个发展路程 我们可以看到在2006年之前 这个时候我们大多是处于一个宽段网络的时候 所以说API好像并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2008年到2012年期间呢 随着移动端网络的出现 移动端API开始诞生 2014年到2018年期间 微服务的快速发展推动了API的发展 这个时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API 然后到2018年到现如今呢 我们是处于一个云原生的时代 云原生的发展推动了API的一个稳定 同时API管理也成为一项非要有价值的学科 所以说呢随着云记上互联网数字经济的发展 我们可以知道越来越多的服务数据能力 都可以通过API来实现 我们看右边这张图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数字世界的这些数据 就包括身份数据认证信息 产物信息都可以通过API来实现 API成为了数字经济的基础 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生活中各个方面 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 再到我们的政府医疗教育各行各业 我们都可以看到API的身影 所以说现如今80%以上的商业合作都可以通过API来完成 有相关报道表示 到2024年API的市场价值将高达62亿美元 而在2019年这个数字是只有17 所以这样的一个快速增长的数字是非常让人震惊的 下面我们看第二章节就是API管理 有了第一个章节的铺垫 我们可以其实很明显的感受到 其实仅API还是很难应对当今数字世界的发展 我们需要的是仅追当下发展趋势的API管理方案 API管理是发布或使用API的企业或开发人员 能够掌控API的生命周期 确保API按照设计的方式去运行 API的生命周期通胀包含设计 开发 还有包括测试 然后还有就是Runtime就是运行时 然后最后还有API产品化 还有API的就是比如还有运营分析等各个环节 在我们当下的大环境其实针对API管理的不同阶段 都有相应的技术或者产品出现 我给大家一一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就是API设计 API设计模块它其实是涵盖API MOOC到测试 在当下做API设计相关的产品 有Postman,StopLab和Postcat 这些产品都是我自身接触过 然后比较了解的一些产品 当然还有其他更好的产品 等着大家自己去了解 下面我们看一下API实现 其实作为一个后段开发来说 API实现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最为熟悉的一个模块 所以说这里我们有列出相关的一些产品 因为每个公司根据自身选择的开发语言 以及部署形态都会有不同的产品 这个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 第三个环节我们看一下API Runtime 在API Runtime这一个环节 其实有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就是API网关 就是API网关它除了基础的条件路由请求分发之外 它还需要具备身份认证、复载均衡、监控报警等这些特性 现在比较优秀的网关有API API 6还有Linux Code 每个公司都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 以及这些网关的优缺点去左右进行选择 最后一个章节我想介绍的就是API的产品化 这一个环节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最为陌生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之前是做过很多电商业务 但是呢我真的是没有思考过API也可以去作为商品去售卖 去给公司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 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将API经营产品化 我们可以类比做电商行业 就是电商的话它是需要有卖家和买家 从而去推动整个平台的一个建议维持 而如果这样API产品化的话 我们就需要的是有API的提供者 然后API的消费者从而去实现API的货币化 现在做API货币化的产品呢 有Postman、Blober和APIGate等等这些产品 当然API7也有相关的产品 下面我们看第三个章节就是API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有了第二个章节的一个铺垫 我觉得全生命周期管理其实是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从字面意识上讲 就是说API管理它需要的是跨越API的整个生命周期 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一节点的API管理 完整的API生命周期管理是监督API从创建到退役的整个生命过程 构建一套规范化的API全生命周期体力 成为企业至关重要的经济战略抓手 它可以解决企业API的质量效率 安全体验和资产等位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它是一个更具体的一个形象给大家展示 什么是全生命周期的API管理 其实我就是将第二章节给大家分小节介绍的那些 样例给它拼乘成一个圆环 API全生命周期管理 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进行各小节的拼凑 它还需要具备各种各样的竞争力 去给企业带去更多的一个价值 比如说呢 全自动化的API设计规范检测 根据API设计契约自动化代码和用力的生成 还有多重运行的一个防护 还有跨运API和API资产管理的继承 还有丰富的API运营分析 这张图呢 它是一个全局的视角 来将这些竞争力是如何继承到API全生命周期管理 它是处在哪个阶段以及是如何继承的 我们可以从上网下看 我们看第一层就是API设计契约 它向右扩展 它需要满足用力的自动生成 从而去衍生出API的测试 包括功能测试 性能测试 Moke 以及契约测试 我们向左看 它需要衍生出的就是API的一个框架代码 就是包括自动生成框架代码 从而去帮助API的一个代码开发 我们往下看下一层 下一层就是到API的运行阶段 API运行阶段呢 除了就是说网关给大家提供的那些能力之外呢 还需要具备的一个核心能力 就是跨云的API继承 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多云的时代 此外呢还有就是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呢是很多企业面临的一个难题 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API管理集成了多层的一个运行防护能力 这样的话是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我们再往下看就是API产品化管理 嗯我就简单说一个问题啊 就是现在公司最看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赚钱能力 如果说API管理 它可以给企业集成就是说赚钱能力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用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我们看API运行分析能力 丰富的API运行分析能力 它不仅可以帮企业完成他们现有的API 就是按照设计的方式就是说正常的去运转 此外呢它还可以帮助企业去分析他们的用户画像 然后去扩宽自己的一个业务领域 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好最后在第四个章节 第四个章节呢我会和大家分享的是 基于Apache API 6 是如何做API管理的 先简单介绍一下Apache API 6 如果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呢 它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一个非常牛的网关 支流科技它是Apache API 6的创造者跟捐赠者 在中国API管理市场占有率第一 超过20万生产实力 每天处理请求超千亿词 所以说Apache API 6呢它就是一个全动态 全动态实施起高性能的API网关 此外它还具备自己独到的一些亮点 就区别于其他的网关的 比如说它属于Apache的顶级项目 具备高安全性高稳定性和活跃的社区 此外它还具备云烟生架构高动态配置 还有生态丰富和极致的性能 这个幻灯片呢它给熟了 基于Apache API 6 来做API管理现有的一些产品 我们看API 711中间的这个 API 711呢它是企业级Apache API 6的一个发行板 它具备开源Apache API 6所有的亮点 此外还融入了企业级的一个特性跟支持 API 711呢它是支持Cloud部署跟私有化部署的 我们看一下API 7Portal API 7Portal是基于Apache API 6 来帮助企业实现API货币化的一款产品 我们可以叫它是API开放平台 也可以叫它是开发者门户 此外呢API 7Portal呢它还支持非常丰富的API运营分析能力 API 7Portal它也是支持Cloud部署跟私有化部署的 这个API 711呢它就是API 711 API 711Basical它是API 711的一个简化版本 最后呢我们去看一下整个系统的一个架构图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系统它是以PASS容器平台为基础的 围绕着API网关打造了API开放平台 微服务运行平台 API监控运为平台 从而构造出一整套API全生命周期管理器系 我的分享就结束了 主要是这四个部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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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